一条鱼铲直超一百亿 中国大陆最南端 蓝色粮仓 养出美味致富鱼 挪威有三文鱼 站间有金仓鱼 是成为一个很有 发展权力的一个致富鱼 短短一年间 销售额从一百万到一个亿 传统美食如何优化工具 挖掘出巨大销售 收费潜力 到不同的国家 有到美国 到加拿大 到新加坡 到澳大利亚 都有 还有到日本 都有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张静 今天我们来关注养殖业里的新消息 提起大陆最南端的城市 广东湛江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太多直观的印象 这并不是一个经常迸出新闻 吸引人们关注的地方 但是最近这里养鱼 养出了一条大消息 湛江养殖的一种海鱼 在当地带动了近一百万人的就业 创造出了超过一百亿的产值 那么这个财富密码究竟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 来看记者在一线进行的调查 湛江 湛江温于中国大陆最南端 与海南隔海相望 热带海洋性气候 使得湛江成为一座东无严寒 夏无酷暑的宜居城市 这里拥有2.1万平方公里海域和五大海岛 周明略就生活在五大海岛之一的挠州岛 今年已经96岁高龄的他 每天还骑着电动车跑来跑去 96岁了还骑电动车上街 对呀 你们不担心啊 不担心啊 他一直都骑啊 台北之年的老人 不仅能骑着电动车上街下田 办各种事 同时推起电动车也轻松自如 老人的外孙女告诉记者 老人身体这么好 可能和日常饮食有关 他没什么食品 只是吃一些海鱼 也很少吃菜的 一般以什么鱼比较多一点 啥鱼 就是金鲜鱼啊 豆金芝告诉记者 在岛上还有很多 像周明略一样的长寿老人 在这户普通的农家 101岁高龄的李宝山 仍然坚持自己洗鱼 并在儿子给他累的防风砖墙里 用简易的柴火灶台煎鱼 好夹啊 好吃吗 它基本上是每天都吃 特别爱吃金鲜鱼 几位高瘦老人都爱吃金鲜鱼 在广东海洋大学刘书成看来 这道食材确实对长寿有着一定的作用 它的这个保护脂肪酸单不保护脂肪酸 以及多保护脂肪酸 它的比例是接近1比1比1 还有两种特殊的脂肪酸 20碳5锡酸和22碳6锡酸 那么这两种脂肪酸呢 对我们心血管疾病 具有很好的预防和治疗的作用 金鲜鱼富有营养 又美味可口 但是作为名贵的深寒鱼种 金鲜鱼每年捕捞量并不大 因此曾一度美金售价高达100多元 我们湛江有一句话叫做 第一鲜 第二鲁 第三马胶篮 就是最好去的还是金鲜鱼 上世纪90年代 福建等地先后突破了金鲜鱼育苗技术 而湛江拥有长达1556公里的海岸线 148万亩的海洋滩图 2.1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养殖海鱼的水温常年在14到26度 海水流速不缓不急 成为养殖金鲜鱼的黄金地带 其他也有一些地方养 但是湛江的金鲜鱼 它养出来非常肥美 香脆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让湛江成为全国最大的金鲜鱼养殖基地 年产量达10万吨 占全国的40% 被誉为中国金鲜鱼之都 其价格及市场走向 坍称中国金鲜鱼行业风向标 围绕这条致富鱼 湛江市发展和改革局 打通了种苗 饲料 网香 冰库等全产业链条 湛江市农业农村局 大力发展网香养殖 金鲜鱼年产量如今高达10万吨 像我们眼前看到的 这样一个大型深海网香 半年就可产出10万斤金鲜鱼 随着产量的提升 以往100多元一斤的金鲜鱼 也成了当地餐桌的普通食材 市场零售价仅要20多元一斤 如今在湛江 直接参与种苗 饲料 养殖加工和流通 等全产业链 从业人口约10万人 间接带动从业人口近100万人 金鲜鱼产业总产值超过100亿元 12月5号 记者来到秦斗镇流沙码头 网名海边姑娘的梁新颖告诉记者 今年养殖的金鲜鱼又获得了丰收 两万斤 这个价比就是几十万 几十万 梁新颖告诉记者 和很多鱼类不同 金鲜鱼拥有非常特殊的身体结构 每一条都是运动健将 这也让它们的肉质厚实 爽滑鲜嫩 这个鱼没必要的 是很神奇的一款鱼 所以的话它每天都不停地游 每一个小时每秒都不停地游的 它不游会沉下去 对 因为不游的话它会沉下去了 所以的话它幼稚的话 它幼稚的话就比较结实 从出生到长大一直都要不停地游 对 对 需要的那个能量的话是很大的 如果的话它没有一天的话 没有吃东西的话会变瘦的 它幼很紧很硬的 真的很硬的 你用手用压的话都压不下去的 虽然喜货丰收 但梁新颖告诉记者 去年金昌鱼养殖量太大 供过于求 价格暴跌 自己亏损了300万元 但它坚信 品质才是硬道理 价格还会回归正常 如果我们的水的话 是要在每一屋养的环境上 才能养大这条鱼 梁新颖采用的是深圆海养殖 与近岸养殖相比 深圆海网乡养殖水体交换量大 养出来的金昌鱼 尤为肥美 品质媲美天然 在湛江 有五个深海网乡养殖园区 网乡数量达3500多个 其中金昌鱼 是网乡的主要养殖品种 它这个鱼的话 一冰之后 颜色还会变 还会变得更精凰 这是一条很神奇的鱼 今年梁新颖 又投资2000多万元 养了200多万尾金昌鱼 和它预计的一样 今年大批养殖户 不再养金昌鱼 造成市场供不应求 码头批发价涨到16元左右 它估算 今年不仅能把去年亏损的300万元赚回来 还能有些利润 而更为重要的是 梁新颖担心的海洋养殖风险大 价格波动大的难题 在今年有了解决的办法 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 湛江市金昌鱼供应链数字平台上线 这一平台整合了养殖 金融 冷库 互流 电商平台 进出口 等多部门的数据 如果养殖户 再遇到短期供过于求 价格暴跌 这一平台能引导金融企业 向养殖户融资 把鱼存入冰库 等价格回暖 再上市销售 同时也能向养殖户提供各种市场信息 帮助养殖户 规避周期性风险 我们也是希望真正从数字化来 赋人给水产的一个养殖企业 近年来 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指导引领下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创新提出 构建农产品1221市场体系 推动乡村特色产业 高质量发展 通过小切口 实现农业产业大变化 1221即推出一个农产品大数据平台 组建销区采购商和培养产区经纪人两支队伍 拓展销区和产区两大市场 策划采购商走进产区和农产品 走进大市场量产活动 实现品牌打造 销量提升 市场引导 品种改良 农民致富 等一览子目标 随着广东省农产品1221市场体系建设的稳步推进 湛江市农业农村局成立了金昌宇1221市场体系建设工作专班 进一步拓展市场 在今年邀请广州 深圳 重庆 四川 湖南 山东等省的餐饮企业采购商 来到湛江实地考察 参观金昌鱼的养殖环境 品尝金昌鱼做出的百种菜肴 很多地方的草鱼是100多个采购商到了我们湛江 只要那些采购商他才知道原来这条鱼确实非常好 那些鱼器他们就下单三亿多的动荡 政府指导回避风险 拓展市场 金昌鱼今年迎来了一个好年头 在当地的最大冷库 管理人员告诉记者 去年金昌鱼滞销占了一半库存 但今年整个冷库只有这么一板金昌鱼 记者注意到进入冷库的金昌鱼 体表被一层两毫米左右的冰衣包裹 隔绝了空气 像这样包了冰衣的金昌鱼 能保持多长时间 它的风味 口感都不变 基本上12个月到18个月都不会变的 就一年到一年半 对 都不会变的 眼下的行情也让梁新颖觉得更有盼头 吃点多的话才会 那个卖得多 卖得多的话 我们连起来的话价格才会好 卖完当天的一船鱼 梁新颖回到家门口的码头 他拿出一条自己生产的金昌鱼 一夜成 这条鱼适用鲜鱼改刀后 淡盐水泡一夜 在海风中晾一天 含水量降到70%左右制成的 一夜成不需要任何调料 只用油煎就会释放出迷人的香味 在湛江 干煎金昌鱼一夜成 是当地人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 一夜成煎好后 梁新颖和她的两个合作伙伴 一边品尝 一边计划未来的推广方案 我们什么时候开播 我们到时候可以网上推广 这个金昌鱼 这个的话做法容易 简单 你觉得我们什么品牌 直接打海鱼 使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楼口 可以啊 实际上 随着湛江金昌鱼产量的增加 一夜成这一当地传统美食 正在成为当地养殖户 和相关企业从市场突围的新法宝 湛江这家大型水产品企业 在短短一年时间里 就把干煎金昌鱼一夜成的销售额 从一百万元做到了一亿 眼下企业围绕玉制菜的文章越做越大 到不同的国家 有到美国啊 到加拿大啊 到新加坡啊 到澳大利亚都有 还有到日本都有 借着2022年 双十一网落购物的东风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牵头两百多家水产产业 上下游的企业 以各地特色鱼为载体 开发针对过年的年鱼礼品 打造年鱼经济 在这家企业的研发厨房里 企业高薪聘请的中国烹饪大师 米其林三星主厨郭日勋 正在研发一款金昌鱼年夜菜 预计售价不超过一百元 一瓶海鲜堡 海鲜堡里面 还主要有这个 沾进了金昌鱼 鱼三倍 还有那个南美白对沙 还配搭了这个冬豆腐 土豆 年糕 为什么配年糕呢 因为过年嘛 要年味 吃年糕 蓬头圆圆圆 一瓶海鲜堡的预制菜 做法非常简单 把原材料 按顺序 摆放在砂锅里 倒入开水 盖上盖 水烧开后 就可以放入郭日勋 精心研发的调料包 这是调料 调料 这个调料里面有防腐剂吗 没有没有 我们这个 没有 把这个 这是米其林三星 不能说假话 这个米其林三星 都是货真价实 郭日勋告诉记者 金昌鱼育制菜 是冷冻后储存和运输 细菌难以繁殖 食材不会变质 所以不需要使用防腐剂 加入调料包 六分钟后 热腾腾的一瓶海鲜煲 就可以端上餐桌了 很鲜很浓 这个烫的吧 要么我把我这个鲜菜 放进去 还得放在冲 这是不是一家人吃的大菜 而为了加速把湛江金昌鱼 辉广到全国 尽可能地挖掘消费新潜力 郭日勋团队还根据八大菜系的经典口味 研发了上百种不同口味的预制菜 其中第一个就是大家 家喻户晓的酸菜鱼 这是金昌鱼的酸菜鱼 哦 这是酸菜鱼 对 酸菜鱼 那这个是什么鱼 然后这个是灰菜的臭味鱼 我们只是用它 这一种菜系的风味 把鱼种从那个桂鱼 改成了金昌鱼 其实它一样有臭味鱼的那种 肉质感 紧实感 这个吃起来也会 也会有那种鸡蛋的感觉 而且还有它本身这个臭味鱼 那个风味 大家喜欢的那个风味 在这里 湖南口味的剁椒金昌鱼 江苏口味的红烧金昌鱼 山东口味的糖醋金昌鱼 浙江口味的花雕火腿金昌鱼 根据各地口味研发的金昌鱼 摆满一桌 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 粘鱼营销活动已经开始了 我们将会在全渠道 向那个我们的消费者去 推荐我们的金昌鱼粘鱼的鱼制菜产品 利用金昌鱼的特性 开发口味丰富 口味多元的鱼制菜 正在成为当地越来越多企业的共同选择 在这家水产集团 记者看到了为五星级酒店开发的金汁金昌鱼 蒸好的金昌鱼 浇上熬制了三天三夜的金汤 在点缀上来自意大利的黑松鹿匠就大功告成 有星级酒店做过 还想怎么样 不错 司徒邵明还按上海人爱吃的葱烧鲫鱼的做法 做了葱烧金昌鱼 然后请公司里来自上海的员工亲自品尝 2022年3月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广东玉制菜产业 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的通知 提出推动打造湛江水产玉制菜美食之都 带动广东玉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湛江经20家水产企业 发展玉制菜品类20余个 品种近500个 总产值达40余亿元 其中金昌鱼玉制菜产品多达200多个 湛江金昌鱼 更是作为2022年广东玉制菜首贵产品 首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 成为湛江水产出口的明星产品 对外的一个业务的一个过程中 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客户就跟我们反馈 就说我们这个金昌鱼池是不亚于三文鱼的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客户会找我们购买金昌鱼 在政府和企业积极拓展外部市场的同时 物美价廉的金昌鱼也得到湛江当地众多餐馆的青睐 纷纷因地质疑 围绕着这条鱼推出口味各异的新菜口 挖掘市场潜力 在这家以烤生蚝而著称的餐馆 老板王志德正在用自己最擅长的烹饪技能 尝试用金昌鱼开发新菜品 哇 鲜甜 非常鲜甜 一条金昌鱼改刀 腌制 上架 烤箱预烤后放到炭火架上 不断地刷着秘制的酱料 炭烤的方法会把鲜香味全部锁定在鱼体中 吃起来格外鲜美 越喝酒 越品这个鱼是越想吃 你看到我都停不了烤的 肉质厚实的金昌鱼正进入更多菜系 在这家餐馆 来自四川的储师洋艺 以金昌鱼为食材 替代传统的鲸鱼 做出了地道的四川口味 酸菜金昌鱼 泰安金昌鱼和豆瓣金昌鱼 这个片起来感觉怎么样 没有刺儿 鱼还是很结实的 在金昌鱼做豆瓣鱼 应该是很适合做豆瓣鱼的 它没刺着 急于刺着 杨毅告诉记者 四川是内陆城市 没有海鱼 以往只能用淡水鱼研发出各种美食 在他看来 用金昌鱼做出的四川经典菜 传统口味中飘荡着海鱼的鲜香 更丰富了味觉层次 吃这个鱼它刺儿少了 比如说很多小朋友他也爱吃这个鱼 但是你其他鱼刺多的话 他就觉得肯定这个鱼更好 肯定能进入那个川鱼市场的 而在这家江西菜馆 做的一手地道江西菜的总经理欧阳浩 做出了一道剁椒金肠鱼 以赏桌就获得了服务员的一致好评 鲜嫩 很鲜 很鲜 鲜嫩 这种就很入味 而且辣味又辣又有鲜味 又有市场 不光是江西辣外地 只要能吃辣的地方就有市场 在湛江这家连锁的重庆菜馆 一道按重庆江津霸王兔的做法 创新而成的霸王金肠鱼 正在制作中 在重庆这个霸王兔 还是江湖地位很高的一条菜 对对对 B3霸王兔嘛 出了名的 把金肠鱼切成块 过油 加上大量的辣椒和花椒爆炒后 霸王金肠鱼很快出锅 胶质很丰富 满满的胶原蛋白这个鲜落落的 醋肉虽然比较细腻 但是没有什么脂肪 但是它这个呢 它有那种 就是鱼皮那种胶原蛋白丰富一些 它的油脂更多一些 就更香一些 就这一盆菜 没有一件脾气搞不定的 成梦告诉记者 餐饮界竞争激烈 在求新求变 争其斗艳的竞争格局下 新食材往往能打出一片新天地 尝试霸王吐厚 成梦意犹味觉 又用金肠鱼 做了一道拿手的 重口味的万州烤鱼 半水鱼那种 泥腥味跟土腥味都没有 一点没有 没有 它就是海鲜那种 本身那种鲜味 它里面还有鲜味吗 有 就这面还都会存在有鲜 我也这个鱼 我也寄回家给我 父亲他们试过 这回就 反应怎么样 非常好吃 大家都接受这条鱼 那么这里面就说明 我们有一个非常广阔的 一个大的市场 它可以成为 我们说的是 挪威有三文鱼 湛江有金昌鱼 是成为一个 很有发展权力的 一个致富鱼 从供给侧 深挖消费潜力 将为湛江金昌鱼 带来更加巨大的市场空间 提升发展的规模优势 创新优势 和抗冲击能力 如今 湛江把打造一条鱼 致富一方百姓 作为全市工作重点 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 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 和区域布局 湛江深海网 相制造量 全国第一 销售量 约占全国的60% 水产鲨鲁生产量 全国第一 年产值80亿元 我们目前大概是10万多 这条鱼的品牌 把它打造出来之后 应该是三五年 我们可以 产链可以提升到50万多 海域面值是2.1万平方公里 如果深远海远值这里面 全部推广之后 500万多 那也不奇怪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 战监金昌鱼 打造成一条老百姓 喜欢吃的 也能吃得起的 这样一条鱼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 产自我国大陆最南端的金昌鱼 通过当地政府的积极引导 和企业的不断创新 游进了红火的预制菜市场 也游进了更多的传统菜息中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至2035年》中提出 加强引导 强化监督 支持创新 推动增加高品质 基本消费品供给 推进内外销产品 同线 同标 同质 的确 新需求 新消费 都是新产品 新服务 新体验 引领的结果 哪怕是最为传统的农产品 只要品质过硬 抓住了消费的潮流 创造了最符合市场需求的消费方式 也就抓住了新的财富密码 从而海阔平渔越 游向消费市场的广阔南海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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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